然后我们先沿着这个对角来折 那么这边 要以这个角 对折 然后这边是 对去以后 直接 折叠 折叠以后我们展开 另一边也是这样折叠 那么我们对对好这条线 然后这边也是对好这个角 对去以后 折叠 我们再展开 然后我们把它翻过来 反方向 对去这两条线以后 我们再这样折叠 那么它这个就是它的 交汇点 把它翻过来以后 还是一样 我们把它向里 一压 现在变成这样了 就是说 是这样的 我们展开 这样顺势往下一压 然后把它对去以后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角 这个线 折叠的时候 那么这个 这个角的点 要在这个线的这个边上 然后 然后这条线 要和底线 这个线是平行的 那么来折叠一下 让它这个线 跟底线是平行的 平行以后 那么我们这边的方向也是一样的 也是这边的点顶到这边的边线 然后这里头 平行 我们直接直接 组织好了以后 现在是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 讲理一下 也就是把这一部分 穿插到 另一个 穿插到另一个里面 我们要把它整理一下 让它完全的 插到里面 我们做一下整理 再说我们 弄好以后 我们把它翻过来 我们需要沿着这个边线 把它反方向折叠 再说 这个折叠就是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现在中间 这部分是通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是可以通过去了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需要把它往里折 往里折叠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里 这个地方需要拱起一下 然后这样往里对折 对折的时候 这两边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机翼 一定要对齐 对齐以后 我们再这样 然后它这个是空气 让它往这边折 两边的机翼一定要对齐 对齐以后 然后我们再进来刻点 所以我们再进来刻点 然后我们再进来刻点 这个时候我们稍稍展开一下 然后把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往下压 压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这里头要和前面的这两边是平行的 在一条线上的 然后我们弄好了以后 我们把这后面稍稍整理一下 然后我们再把它压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稍稍展开一下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飞机 把它的翅膀往下折叠 然后这里的尾部都是要和这边的线在一条线上 也就是说让它平行对折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也是让它对系好以后 我们平行对住 现在折出来的飞机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现在还没有完成 这个时候折叠处是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 这个地方也是平行对折 平行跟这个线是平行的 然后这边是以着这个脚点为折叠 然后我们平行 向平行折 再翻过来 那么这边也是一样 对齐以后 要需要把它下跌过去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折叠过来 这部分压在里面的 要把它弄出来 然后让它向下 这里都需要整一下 那么要这个让它自然的 从外面 从外面 这时候就会出来一个角 现在就编成这个样子了 那么同样道理 我们另一面的气膀 也是要把它压在里头的这部分 把它展开出来 所以我们来做一下整理 这个时候两边就变成这样了 这个时候两边就变成这样了 到这里我们还没有完全折叠完 我们需要把这个翅膀还需要折叠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折叠的这部分翅膀 要以这个这里头的这一部分 割取一半 也就是到它这里 我们以它为标准 然后我们这一部分到这一部分是折叠出 一半出来 然后折叠的时候 这尾部也是跟这个后面线是平行的 在一条线上 这边折叠完了以后 那么飞机的另一面也是一样 我们对齐以后 然后 折叠完以后 我们这里把它 这两片展开以后 我们还需要再一次沿着这个边线 再对折一次 那么尾部还是一样 还是要让它平行的 就是跟这里是对齐的 然后另一边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飞机整理一下 到这里我们这架纸飞机已经就是完全折叠好了 然后现在是这个样子